只要一个网线接到交换机上 然后再这样接回来 就可以导致整个局网崩溃 我们称它为网络广播风暴 但接下来的这一期 我遇到的网络广播风暴 可能比这个复杂的要多 我又是如何在一堆网线中 发现了网络广播风暴 并且顺利解决它的 起初我来到这里 并不知道这里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 他们只和我说网络不好用 倒是一开始 这些监控画面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为我发现这个芝麻取流异常 会随机运功 这是我没遇到过的 大伙记下这个画面 它现在是芝麻流取流异常 其他的摄像头都是网络不可答的 我话刚说完 那个芝麻流异常又跳了其他的画面 还有监控同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故障 1号监控显示未知错误 2号监控显示网络不可答 10号监控显示正在检测空前的IP 你说这是怪不怪 这里的WiFi和监控共用一个交换机 他们的WiFi当然也好不到拿去 我手机连接WiFi的时候 一时显示正在连接 好不容易连接上去了 就显示不可上网 因为两个月前 我也来过这里解决他们网络问题 所以我知道录游戏的万一和万二口是连接电信的光猫的 它的烂扇口是接在华山交换机的47号口上的 47号口再把网络分到各个接口上 上面的蓝色线就是通胀这些办公桌的 我这里拔下交换机的47号口给大伙看下 我拔了线 录游戏的烂扇口就灭了 我这么一拔的话 这个交换机就没有任何网络了 我们给它接回去 上面TV交换机的网络 是由华山的48号口提供的 我这里给大伙拔下 48号口灭了 我现在给它接回去 至于这条线 是接在录像机上面的 有意思的是 我刚才的拔插 警察好像又自己恢复了 但是稀看 画面是不动的 估计等会这些画面又都消失了 我看到这些灯产做的厉害 当时我已经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了 这47号口的网线 是插到录游戏上的 我拔了直接插我电脑上 看见能不能上网 结果网页是可以打开的 那就证明录游戏的网络是正常的 我们把网线再插回华山交换机上 我在用电脑插华山交换机 看见能不能上网 我打开网页 果然和我想了一样 网络到了这个交换机上 就没办法上网了 我尝试拼录游戏 看见能不能给它拼通 很显然 拼也是超时的 那应该是这个网络 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了 至于是哪个交换机 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 我只能拔了48号口的线 让两个交换机断开连接线 谁知道我一拔了 就发现 拼没有延迟了 监控也开始陆续回复正常了 电脑也可以正常打开网页了 我再插回去的时候 拼又开始超时 监控画面也全部卡住 不一会画面就全部丢失 如果我再把它拔了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那就这两个交换机 已经有网线机在一起了 但奇怪的是 我排查了半天 确实找不到环路的线来 蓝色线都是通向各个办公桌的 能导致环路的只有这些灰色线了 但这些灰色线也被我排除了 这条线是接路由器上的 这条是接路上机的 这条是连接两个交换机的 那只有一个可能 在其他地方肯定还有个交换机 但是我和客户说了半天 他们不承认有交换机 这是我和客户部分的聊天内容 你这个不是过热 你这个的话是环路 应该是在那边环路 你看见没有 现在它是不正常了 我现在拔这条线了 这条线环路了 看见没有 正常了 我拔了这条线 正常了 那条线是什么线吗 这两个交换机相连的线 是那边的问题 所以 哪边 应该是你们新的办公室 看见没有 现在的话它慢慢恢复了 这里有交换机吗 有这种交换机吗 我没有啊 会不会是 是不是跟IP有冲突啊 跟IP冲突没关系 你这个属于环路了 这没有 你其他地方肯定有交换机 我们四楼哪有交换机啊 这条线是接这个交换机上的 这两个交换机有通讯 但是其他地方也这么接了 所以就导致两条线短接在一起 它就环路 所以我这么一接的话 这么一接的话 你看了 现在还正常了 断了 看见没有 断了 也有可能你们那边绝对还有交换机 那可能带人机上面有交换机 那就对了 你带我去咯 你带我去 你有可能 你带我去咯 对对对 那就是了 那就是那里了 错不了 所以带你去也是去哪里 去哪里 那就是那里了 错不了了 你带我去 最后我一路坚持 他们才带我去其他办公区看一下 我在一个不吸引的房间里面 果然找到了一个交换机 根据我的经验 想必里面有两条线接到了机房 才导致网络拱风暗的出现 至于怎么找到这两条线 我让他们留个人在这里 等我电话 我回到了主机房 打电话给他 让他拔下电 我只要注意看哪个灯灭了 结果三号灯灭了 那么三号灯就是通降那边的交换机 另外一条线是接到华山交换机上了 这样的环路 反而更难让别人发现 好了 我找到了这两条线 一条接回去 一条收起来 他们的监控和网络又回味了正常 其实一开始 我的机房拔了这条线 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但是我为什么非要找到那边的交换机拔线 因为这样接的话 华山的交换机要把网络传到那边交换机 再有那边的交换机 再把网络传到这个TV的交换机上 这样网络不稳定不说 不拔了排休的话 很不利于以后的人维修罢了 这一家酒店 每个月的宽大费都8000多 但是房间的网络还是卡得很 每天被客户投入都够不清 老板让我过来挨个检查一遍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随机来到那个房间 我用电脑连接上房间的WiFi 打算测架网速看看如何 但是测下来发现 只有10兆到20兆的网络 这样确实挺卡的 正好他们的AP是支持插网线的 我用电脑插网线测架速 看看能跑了多少兆 经过查网线测速 虽说网速快了一点 但是网速还是没有到50兆 我看了下这个AP的接口速率 按理说应该能跑到100兆还对啊 于是我去这层楼的热电井 打算看一下网络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交往机 就是负责这一层20个房间的网络了 上面的每一条网线 就代表每个房间 我用电脑插上交往机 试试网速如何吧 结果接上去一测 速度居然也是不到50兆 没理由啊 我看这个交往机是支持千兆的 怎么会连50兆都到不了 那我就要检查这蓝色的网线了 因为这蓝色线 是这一层的网络源头 我用电脑接上蓝色线 让我想不到的是 经过测速 就连这条主线 也就勉强50兆的网络 这么说的话 这层20个房间 就共用这不到50兆的网络 这不卡才怪呢 他们说 这蓝色线是直接通认机房的 我让他带我到机房看一看 我跟着师傅走了很长一段路 终于来到了他们机房 但是我进去一看的时候 我猜 我是不是进入这个地方了 我当时以为他们的机房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 300多个房间的网络 就靠这些设备支撑 我的天 这怎么整 这么多条线路 这么多条关带 往前连个标签都没有 就不明白着 分下一个过来维修的倒霉蛋吗 难怪他们说之前的师傅辞职不干了 这种情况换作是我 也要准备跑路啊 但是想想为了粉丝们的一个 小胡哦 锁定的运程到底了 我大概看了一下设备 机房里面总共有三个交换机 两个路由器 这外面还有个家用路由 也不知道它是负责哪个区域的网络 我先用电脑接上黑色路由器上 先看看它网数如何吧 当时我以为能随便跑个千兆 但是没想到撤起来 就连百兆都不到 然后我再试了下白色的企业路由 看看我就如何 这种企业路由虽然说写的是万口 但是它也可以当能认口使用 但接上去后 我电脑半天没有网络 那这个口被设置成万口了 只能接到光猫上 无法接到电脑上 我只能顺着它烂口的线 看看它把网络传出到哪里的 后面我发现 它是接到第一个交换机的5号口上的 我用电脑接上交换机 也是半天没有任何网络 我电脑是插到交换机3号口的 我打算看这3号灯亮不亮的时候 却意外的发现 网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这交换机居然是百兆的 而且这个3号口还是坏的 于是我只能换一个口 电脑才能上网 我打算测下数 看看交换机有没有跑满百兆 这样我想不到的是 不但跑过满百兆 而且每次测出的结果都不太一样 有时候80兆 有时候50兆 就从来没有跑过百兆过 这么不稳定的网络 加上当时这3号口的坏 让我感觉这个交换机可能存在重大毛病 为了排除这个交换机问题 我打算直接用电脑 插在路由器的论口上 看看网数到底是多少 但是问题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交换机上 接了多少个设备 我一旦拔了 他们肯定很多设备动网 当时我觉得 就拔一下测下数 再插回去 也就动网半分钟 应该影响不大 于是我就拔了线 直接插到我电脑上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下更离谱了 居然才20多兆 我刚才接到百兆交换机上 都能跑个80兆呢 直接插在路由器上 网数反而更慢了 这就有点让我不太明白了 我还退了 看了一下 路由器是千兆接口啊 算了 先把它接回去吧 让我没想到的是 拔了容易 接回去就难了 我接回去后 路由器的烂口灯 干脆不亮了 大哥 别忘我啊 小胡我可是查都没干哦 我就日记来单纯测下网数而已 没然后接回去就这样了 这下想不好路都难了 就仅仅断网几分钟 就有人打电话过来 问我怎么都断网了 当时我也慌了 我就直接给他换了一条网线 他又正常了过来 但是正常了几分钟后 他又灭了半分钟 感情这个路由器 自身就存在很大的故障了 坑人不带这么坑的吧 至于后期怎么维修 我下一期再给大伙伟微微道来 好了 下一期见